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花匠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神奇的芦荟 库拉梭芦荟的种植及养殖方法 库拉梭喜欢沙制的土壤 因为沙制土壤保肥力是非常差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三份的服液土和七份的核沙进行参办 一份的核沙和一份的服液土参办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之前配好的土 好,下面我们往上面撒上干鸡粪 充足的底肥可以保证芦荟的茁壮成长 这个是我之前放置的将近有半个月的芦荟 因为当时时间问题没有栽上 今天我们就给它栽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根部已经发干 我们只需要把老叶给它放掉 已经发干的根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为了方便养殖 我今天还是选择塑料盆 大家如果选用此盆的话 盆的底部还是要铺上渗水层 以防止盆中积水 然后我们往盆中继续 如果不方便种植的话 我们可以拿绳子给它捆绑起来 这样便于种植 种植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或者是散光底下 让它有个缓苗的过程 我们下面对它浇水 我们要把它浇透 水呢要迅速的流下去 这样的土壤呢 还是好的土壤 芦荟呢 是一种非常耐旱的植物 因为呢 它本身含有更多的水分 可以供给它本身的生长 很多朋友呢 可能会有这种疑问 我的芦荟不长 芦荟呢 生长呢 需要组物的水分 才可以供给它的生长 所以呢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浇水 我们可以三到五天浇水一次 到冬天的话 我们可以把时间放缓 我们可以在七到十天 对它浇水一次 如果呢 你是在北方 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整个冬天 停止浇水 这样可以使它安全的过冬 芦荟呢 也属于多肉植物 当然呢 养殖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夏天 适当的遮阴 其他的时间 我们可以使它 进行全日照 这样才会使 它茁壮的生长 才可以使它的胶 出得更好 芦荟也是比较耐阴的 能够在室内 长期的生长 芦荟呢 不洗肥 当然充足的肥力呢 也可以保证 它更好的生长 只需要在种植的时候 参入足够的体肥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在春秋天 适当的追肥 有利于它更好的生长 现在使用价值最高的芦荟呢 还是我手边的这种 枯拉缩芦荟 枯拉缩芦荟呢 需要长到三年以上 才能够使用 如果家中你使用的芦荟呢 没长够三年 我们还是把它当作绿植来养 比较好一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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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